Hello 之前介绍了自己很喜欢用的提醒来做工作安排计划 我们可以根据类别来安排自己具体的工作 如果给工作设置好时间 我们还可以在小组件这个部分显示当天要做的事情 这些内容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介绍过了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有的工作其实是有固定流程的 比如说做视频 基本上就是那么几步 所以说如果可以做一个工作的模板 我只需要输入进去视频的主题 点击完成 下面这些内容就已经自动生成好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 另外因为不同的工作会对应不同的分组 所以说如果在创建代办事项的时候 可以让它自己就到对应的分组里面去 也会让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快捷指令这一个东西来实现的 今天这个视频 首先会介绍一下怎么样用快捷指令实现上面这个效果 以及怎么样来设置快捷指令的这一个今日组件的部分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每一个指令需要的几个动作 首先是我点击它了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题目 然后我需要输入它的名字 输入了名字之后 需要把这一个代办的事项自动到分配到不同的分组里面去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两步 我们就来直接新建好了 打开快捷指令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添加 我们首先需要有出现文本的提示 需要录入自己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选择录入要求 这个地方选择提示 就是刚刚点击了快捷指令之后 它这里出现的提示语 随便输一个 好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让它去不同的分组里面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搜索提醒这个软件 我们选择的是添加新提醒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设置一下将提醒 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刚刚输入的这个内容 这一个地方改变成提供的输入 它会自动同步到你刚刚在第一个脚本里面输入的内容 它就会变成提醒事项 我们把它添加到哪个分组呢 你可以选择一下 如果你已经固定好了 你想让这一个快捷指令的 比如说你想像我一样 这四个快捷指令的按钮 你固定好 它是去哪一个文件夹的话呢 那你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确定每一次我去录入进去的时候 我再来选择 我要让它去到哪一个文件夹里面呢 那这里你就选择一个每次均提问就可以了 它就会问你 你想要把这一个提醒事项放到哪一个文件夹里面 下一个呢是提醒时间 你可以选择提醒 如果你选择了提醒之后 它就会问你 你想要在几点钟提醒 如果你输入一个固定的数值呢 它就会在固定的时间提醒你 如果你不想时间是固定的话呢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每次都询问 那它就会问你 你想要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 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关于怎么样设置它的分组 提醒时间 如果你想要制作模板 那我们点击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展开 你就可以选择它的优先级是什么 不是要打上旗帜 是要给它添加一些备注 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一个工作 永远都是分为那么几步来做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写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这一个工作我就可以完成 我们还有可能需要改一下这一个指令的名字 就点击这个点点点的部分 地方就写一个测试好了 点击这个图标呢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图标的颜色 以及它上面的图形 我们选择完成 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可以试一试做的对不对 选择右边的这一个播放键 我们点击了之后呢 你看它这里就出现了 想要拍什么 出一个随便吧 因为我也想不到要拍什么 我们选择完成 它就会到下一步了 你想要添加到哪一个表呢 那比如说我这里选择to do 然后你想要在什么时候提醒呢 不设置的话 你就直接点完成 如果你想要设置 比如说今天或明天 或者是明天五点 直接打字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识别出来时间 然后我们点击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就已经建好了 这个提醒里面去看一看 因为刚刚我们是建在to do里面的 所以说你看 这个地方就已经按照我们刚刚的模板 新建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制作的基本步骤了 我们再说一说 添加到小组件的这一个部分 长按这个屏幕之后 选择加号 我们选择到快捷指令 它有三个大小可以选择 我自己就选择的第二个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我们选择添加组件 它默认的是会显示 快捷指令里面 这个所有快捷指令里面 前几个按钮 但如果你想要它只显示某一些 你想让它显示的部分呢 我们就需要建一个分组 分组的建立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进入到快捷指令之后 左下角有一个文件夹 我们选择文件夹之后 然后我们这里也写 我们就给它取一个名字 然后上面可以选一些标签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都无所谓 我们选择添加 在这里这个测试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刚刚你想要放进去的 拖进去就可以了 刚刚就拖了一个 现在这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首页上 我们长按这一个组件 它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编辑小组件 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 你想让它显示哪一个文件夹了 比如说我们就让它显示测试吧 好你看它就只会显示这一个 我们刚刚在这一个分组里面设置的指令了 然后这一个颜色呢也是可以修改的 还是要在快捷指令里面 然后选择这一个三个点点点 再点击这个名字旁边的点点点 然后是这一个图标 点击了之后呢就可以修改它的颜色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主页上的颜色就已经改变好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什么新的工作要做就可以按这一个按钮 然后来快速设置一个提醒 并且呢让它自动的放到我们想让它去的分组里面 想要删除这一个组件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长按移除就可以了 我自己呢是做了四个平常的工作主要就是这四个方面了 有设置了模板的比如说做视频和翻译 因为就是都是这之后你想要做的内容之后就是分成几步走嘛 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有的呢是设置了提醒时间的 比如说这一个to do我就是设置了时间的 我输入了之后呢它就会在当天提醒我 有的事情呢不是太紧急 我就只是单纯的把它设置 比如说像这一个school学校里面的工作 基本上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 有一个工作出现了之后呢我就会直接点击它 然后呢把它大概记录一下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做 然后呢就把它放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 每天早上要梳理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再去那个文件夹里面找一找 这个呢就是用怎么样用快捷指令 然后呢再搭配上提醒来做安排 这个是我最近还有一点喜欢的时间安排方式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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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